中国海关总署再度进台湾的水产品 农委会晚间证实了 有上百家未完成生产企业注册更新的食品业者暂停进口 主要受到影响鱼种为鱿鱼、秋刀鱼、五子鱼 另外其他水产品的部分正在跟食药署联系 尽快的寻相关的管道 向中国询问相关的补件办法 即食斑鱼禁止输入中国 现在传出中国也针对我国多样水产品禁止输入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页面显示 我国800多件水产品生产企业全书被暂停进口或注销 农委会证实汉食药食药署尚未收到中国主动通知 而这800多件产品中有100多件原本人在补件申请 只有一件顺利通过 其余案件全被禁止输入 台湾现在目前销往中国大陆 大概有100多件的补件申请的一个案子 有600多件禁止输入是因为 原来的申请单位并没有申请 或者是已经被被证了 农委会表示目前受到影响的100多个案件 以鱿鱼 秋刀鱼 五载鱼为最大宗 其中像是秋刀鱼 截至今年11月 我国销往中国约1573公顿 占出口总量14% 五载鱼销往中国约5246公顿 占出口总量高达68% 中国大概在去年4月份开始 就是要求全世界各国要产品输往中国的时候 必须做企业登记 然后最后的补件期间是在8月31号 还在查证这些补件的申请 什么环节还需要做补证的部分 中国今年6月禁止台湾石斑 白袋鱼竹甲鱼进口 台湾水产品加工厂也暂停输入相关产品 如今传出大批水产品补件施闭门根 受影响的金额还需要后续统计 但此举已经引发产业界担忧 农委会表示将透过食药署持续了解追查 尽全力帮助业者恢复出口 记者综合保